小愛同學 打開客廳窗簾 好的 為您隆重呈現 廢物老婆 打開窗簾小秘記 他現在開始了喔 自己打開喔 在開始之前阿 你對於智能家居阿有什麼想法 或是有什麼新的產品阿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就去買來把它拍成影片跟大家做分享 還是有什麼新的變化阿 還是有什麼小米甚至其他廠商阿 很新的產品 都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再來講一下我們家的窗簾阿 其實阿因為我們家有個過敏額 小米的生態系阿窗簾阿都只有左右開 就是那種傳統的窗簾 我把照片放在這裡 可是新店菜林很堅持阿 我們家一定要用捲簾 那捲簾阿他不是走小米系統的 那怎麼辦到用語音 或者是把捲簾的系統 連納入小米的生態系 就是可以用聲控阿可以用手機阿 不過這一段你不要睡著 因為新店菜林每次聽我講這一段 都會覺得 有多boring 就是 就是 每個人喜歡東西的領域不一樣 聽這個我就想睡阿 我每次只要失眠我就打開智能家居影片 我會睡著 如果你只是要那種左開右開的窗簾阿 你直接就買AQUARA的電機 就是小米供應系的電機 這種像我們家這種捲簾阿 來看這邊 關你什麼事情 然後像我們家這種電動捲簾阿 這種用捲的 你看我現在把它還要往上 有沒有它是捲上去的 我們家所有的窗簾都是用捲簾的 那這種阿就沒有屬於小米的生態系 所以你必須做一些轉換 你覺得你希望窗簾怎麼樣嗎 就是比如說你一進到家門 就自動打開之類的 不會耶 那你希望他每天比如說八點 就可以自動開 就是比如說你女兒上課之前 還自動 就是告訴他天亮的意思 對對對 就是跟公雞叫了 告訴你說天亮是一樣的概念 對 所以說你把這個窗簾 納入那個小米的智能阿 你就可以達到說你想要八點 你就自動把窗簾打開 那可能晚上六七點 就自動關起來 可是它不是小米生態系的 它是走射頻的 射頻是什麼呢 你知道嗎 就是射它就會動 不是阿 就是它 就是傳遞一個東西給它 它就開始動 射頻你把它比較想成那種 有一點類似手機的訊號 它比較沒有特定的方向性 那這隻射頻阿 它的頻率是433的 有很小鮮很小 433 我記得有兩個主要的系統兩種 一個是433 一個好像是333 我不是很確定 但那3不是啤酒嗎 不是啤酒哈 就是主要這兩個 就是主要這種射頻的系統 在家電的運用範圍 就是這兩個 我買的這個是上映的電動窗簾 這個要上映阿 不是上映 這個牌子叫上映啦 我不要 我等一下可能會打分比 你等一下不要睡著就好 其實我當初搜尋電動捲簾的時候 他們家是第一名 喔 所以我就直接買 所以很便宜 喔像這麼 像這樣一片是多少錢 這樣子一片可能一千多塊吧 一千多塊 一千多塊台幣嗎 對一千多塊台幣 就是很便宜然後 所以我們家裡全部的買起來 也沒有差不多一萬塊 一萬多塊喔 那時候是雙11買的 它有分版本 有直接插電的光電板 跟電磁板 那電磁板的話 它是走Micro USB的 它就號稱可以上下好多次 你只要定期充電 就可以用了幾個月阿什麼的 可是我是沒有買電磁版本 電磁版本貴蠻多的 我是當初在水電裝潢的時候 就有配電 配220的電 就在窗簾旁邊 所以它接線也很簡單 它就是窗簾來的時候 就會給你一條線把它接上去 那你有給大家看一下嗎 那接著在這裡 你有很美嗎 可是就是看不到 在這邊有沒有 我配220的電 跟窗簾的線接在一起 就在這裡 這個也不是窗簾幫我裝 是水電幫我裝的 因為其實它其實 真的整個非常簡單 然後裝潢之後就是 設定這個遙控器 這個是射屏的遙控器 它總共可以對六組窗戶 你看喔 按一下 1 2 3 4 5 6 那基本上啊 你只有電動捲簾的需求 就是買到目前這樣講就夠了 可以控制六個窗 對 就是可以啊 就像你房間的也是用這支控制的 那我們總共買了三支 因為想說各自獨立 而且射屏我剛才有講 它有點類似 不完全一樣喔 就是手機 所以它比較不會像紅外線一樣 紅外線就是你中間隔住 就會擋到訊號 像我在這邊遙控啊 你房間是收得到訊號的 是嗎 那你遙控我看 你房間是三號跟四號嗎 好像是 好我們先把三號跟四號關起來 好那我們去看它們再動 走 Let's go 好醜喔 你看它關起來了 我看 關起來 有沒有 其實其實 氣面太硬 那你看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好 對 我女兒幫我還拿的啊 喔 所以射屏的好處就在這邊 其實大陸有些電器 它是用射屏去控制的 其實這個問題一直困擾了我的很久很久 因為我們就不想要買左右開的窗簾嘛 所以後來我們就買了一樣東西 想說這個 怎麼達到我們剛開始 一開始講的那一根 這個是小米的萬用遙控器 這個應該我之前就有介紹過 我把連接放在這邊 你會幫忙 這我介紹過了啦 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這個是走紅外線的 紅外線啊是不能替代這個射屏的 就是紅外線跟這個是兩回事 這大部分是走 比如說遙控冷器啊 遙控電視啊 遙控什麼的 可是這個是有指向性的喔 射屏的應用範圍又是其他的 那所以你必須透過這一個 我也找了好久 當初 當初我也真的找了好久 你記得那時候我跟你講說 我終於找到了 我終於找到了 就是找到這一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紅外線轉射屏的發射器 嗯 就是 當然已經開始想睡覺了對不對 只用你想睡覺吧 所以要怎麼運用這一個 這一個 萬用遙控器 跟紅外線 跟那個做連動 對 所以我剛才不是說 剛才你不是說 打開客廳窗簾 對啊 然後我就設定成 紅外線遙控器 會發射一個訊號 給這一台 就是轉換器 轉換器啊 接到紅外線的訊號啊 就會發射色屏的訊號 然後給窗簾 就是這樣轉接它 所以就是我跟他說 他跟他說 他又跟他說 他在跟窗簾說 對 沒錯 是不是有點複雜 我覺得蠻複雜的 這是比較進階的玩法 我會把這個商品的連結 放在底下 這商品我當初找了一下 那設定你說會不會很簡單 其實有那麼一點點複雜 可是又不會太複雜 因為你要先學會紅外線的設定 設定好之後 你必須學這個轉換器的設定 那轉換器怎麼設定呢 今天就不講 因為大家會睡著 那你 對 你要學什麼設定 你直接去問這個老闆 因為我當初也是後來直接問 用淘寶的對話 直接去問他的 所以他有一些技巧 因為最早還有一些電器啊 也是走色瓶的 像是比如說 我記得有些電台也是走色瓶的 所以也可以同時用它去控制 所以這樣子就是一組拉 好 好 那今天影片結束了嗎 欸還沒 今天有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蔡依林最近裝了一個 非常棒的東西 把我關在陽台啊 快點快點 好 來開開開 這是我們家最新裝的電動賽衣桿 它有進入小米的供應鏈啊 只是後來有出一個版本是比較好的 我也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那我們買的是比較之前的版本 它有什麼功能 介紹一下 它這個的燈啊 是連動在曬衣桿上的 對 它有個 所以你要裝的時候 你原本家裡的燈可能就要拆掉 然後裝在它現在的位置 沒錯 它這邊有個燈 然後把它向下這樣 按下 先跟他講我們買的這個啊 上面的桿子是我們原本舊 就是家裡原本的曬衣桿 我們只是把它直接放到凍 哇 是電動的 對 好 往上 好 它最主要是這邊有個鋼繩 這邊也有個鋼繩 在帶動整座的高跟低啦 我們的陽台是比較高的 那這個勢必就是你要嘛 就是裝傳統的曬衣桿 然後一根 然後用搓的搓上去 或者是讓它裝電動曬衣桿下來 它下來的高度大概在這 可是它其實沒有很大 它亮的衣服的 就是 數量其實我覺得沒有非常多 比較適合 就是兩個人使用 它有比較大組的 它有比較大組的喔 對 那只是因為我們的陽台比較小 喔 可是一般人的陽台那種很大到那樣 對 然後 就裝這個而已啊 可是它真的能亮的衣服其實不多 可是其實對我們來講是好 因為我們是還有一台洗脫烘的 所以它只有亮一些不需要烘乾衣服的東西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阿你覺得好用嗎 我覺得就 因為以前我們亮衣服是要一個一個往上掛 還要擦椅子 這樣就不用 這樣子當然是很方便 然後它又可以伸到最上面 其實台灣現在也有很多那種捲的那種 然後其實電動的最主要方面就是說 懶人啊 懶人的敷衣 而且它不是說非常貴 我買這一組是最陽春的 它還有另外一種啊 是上面啦 還可以吹熱風的 幫助衣服快速扛的 喔 那種就是 那種就是比較適合你們家已經放不下烘乾肌了 對 我覺得那個也很酷 對 因為像我們家的陽台是曬不到太陽的 所以呢就是烘乾衣服對我們來講就非常的重要 我們的陽台是隨時一定有開一台電風扇 然後它如果又有烘乾的話 這樣你衣服就不會太慢乾 因為冬天有時候冷起來 你真的衣服要好久好久才會乾 我一樣把這一個商品的連結放在底下 有興趣的你可以看看 我大概說一下啦 控制啊 這一個電動曬衣感的啊 也是色瓶 它的色瓶啊 也是433的 同樣我也可以用一樣的方法去控制這個曬衣感 要換的遙控器裡面啊 我有設定一個叫做曬衣架 那我按一下曬衣架下 有沒有 有沒有 它就自己再往下囉 欸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被包圍了 等一下我按一下曬衣架上 唉唷哇摘掉 然後它就開始往上了 而且我現在遙控器跟紅外線色瓶轉換器啊 都是放在客廳是離這邊有點距離的 所以它 你想要壓死我 真的是 因為我在買這一組米家供應鏈的電動曬衣感的時候啊 還沒有把這個色瓶遙控器進入米家系統 可是後來我查啦 有一個好像叫幫先生還是什麼的供應鏈 它有把遙控器啊 納入米家的APP裡面 所以就不用這麼麻煩 那這就是我大概知道的姿勢 那今天你解釋了吧 那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它如果來的時候 你把它放上去 你發現兩邊不一樣高的時候 那是很正常的 對不用緊張 對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想說完了完了買到一個壞掉的 結果它是因為它東西放上去 它會自己去平衡 對 所以如果你東西掛的不平均的時候 它伸上去是不一樣 那是正常的先跟大家講 對會一高一低啦 對會一高一低啦 看起來會 我那時候還聯絡它也會壞掉 結果後來發現我們掛重一點 就OK了 它就會兩邊一樣 那今天的影片就已經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都要追蹤我的Instagram喔 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一集很有營養 又很實用對不對 有就是 如果有需求的人 當然就會覺得非常 真心推薦大家這個賽義感 可以購入 對而且我們是知識型的頻道 以後我們就轉型成知識型的YouTuber 應該不會成為知識型YouTuber 會啦會啦會啦 我這麼有知識 我們明天見掰掰